學生要注意 還有同行的保實班 英台外紀沒有快的統治學員 說快不下去 要停止提供 上海的服務 學員 完工和工廠 受罰三百人受害 通知完也不會學員 去警察局要控告業者 通知到的局和勞動局也要調查 如果有這個人是出賓會實在 說會好好處理 來到同行這間連鎖保實班 英台外紀 不然大門 人數條條要再去學員 跟員工和北航廣 不說不太突出 讓很多學員跟工廠 集體來拿出救贓 經濟了解 這間英台外紀 在同行和 成績都有市場混合規模未適 不過任職的工廠 有在說 前幾年十月開始 入職就用作業系統的問題作理由一直拖遷 發薪水的時間 初步統計 目前適合的學員 就超過兩百人 如果完工和加雄工廠 有七十多人 通議員 維軍接到 訂正後 協助組織組織 來控告福祉人帶去 通知 交友局和勞動局也已經來蓋住 挑戰 希望可以幫助消費者 希望可以讓這個情意 比較好來收費 記者 中學報道